小朋友们你好 今天我们要做道德练习 首先你们先拿出来道德作业 然后你们看一下第二页 好,我们今天要做的练习是关于 我保持客室的清洁 I keep the classroom clean 你看他说 谁有保持客室的清洁 有的画钩 没有的画差 给who does keep the classroom clean pook a tick for yes cross for no 我们要找一下谁有保持客室的清洁 我们看第一的 这女孩子在 在扫地 这女孩子有没有保持客室的清洁 有是吗 我们就打勾 来我们看第二的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男孩 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把白板擦干净 他也是有保持客室的清洁 所以我们也是打勾 然后第三的 这男孩在 丢垃圾丢在哪里呢 是不是丢在地上 不是 他丢在垃圾桶里 给这男孩也是很棒 我们打勾 然后我们看这男孩子 他把垃圾丢在哪里呢 在桌子里面 这男孩子是棒还是不棒呢 不棒的呀 我们就打擦 因为他 没保持客室的清洁 然后在这里你们看 在最后面 你看他很 肮脏是吗 他把口水丢到地上 这男孩棒吗 没有棒呀 我们也是打擦 然后最后的 在这里的男孩 你们看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画画 可是呢 他画在哪里呢 他画在桌子上 这男孩棒吗 没有棒呀 因为他没保持客室的清洁 所以我们打擦 OK 好 我们今天做的练习 就做到这里哦 小朋友们再见 记得要做练习 小朋友们再见